点大一必看 大学黑话加专有名字扫帮 提前不信息差 无论是本科还是专科 这13个关键词都得知道 1.DDL 最后期限 通常用于完成客户作业 设备任务等场景 对于大学生来说 不过DDL 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能干 2.早八 早上8点的课 上了大学还要早起去上课 是真的很困 3.早C晚A 早起靠Coffee 提升开启高下的一天 晚上靠ECO 助年结束一天的疲惫 4.Free 做报告以小组为单位 完成任务做好PPT 5.华重点 分析 总本数都是重点 6.C9 国家首批985工程 重点建设九所大学 包括华东五项 青北加哈光大加西郊 选求课是选择给感兴趣的课程 悄悄告诉你们 可以提前找学长学姐 课计 能够到那种能力拿高分 做一个少的课 再做好教育官网 掐点抢课的准备 没抢到同学也别慌 正式开课后呢 会有一到两名的 补选退选 第八 学分 无论必修选修课 都是有对应学分 美学现在要修满固定学分 还是通过才能拿到 不然就得重修了 9.记点GPA 记点是评估你成绩的一种表现 GPA则是平均学分记点 根据美门课的记点 和学分算出来的 加语平均值 最后决定记点排名 11.综策 至于综合测评 等于GPA加竞赛 学术社团论文等 各种加分项 讲学金 保研等都看他 最后啊 双学位呢 主在读本专业基础上 在主修另一名专业 完成毕业要求之后 就可以获得 两个学士学位 主修呢 要求低一些 一般不用诺文答辩 通过相应的考试 就能够拿到主修证书 好了 大家还有不懂的 可以PP我